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球的包伯 我是東京不只是留學的咪吼 今天要帶大家來表參到 地區兩個有名的露天市集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GO 這個市集它每週六日都會固定主辦 然後它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主題 像是咖啡漿或是紅茶漿 每次都有不同的發現喔 剛剛拿到了一個河根山產的 新鮮橘子 不會酸到讓你覺得有意味然後不想再吃 我一個一個就可以把它吃得非常的完整 雖然它叫做農夫市集 但是其實它不只是農作 或是食品 它也有一些手工藝可以看喔 那如果你灌一灌就是突然肚子餓 或是嘴纏的時候呢 它還有全部的一車 餐車就有食區 有咖啡然後有浴飯糰 或是披薩之類的 就是讓你吃有寶珠版的都有 現在我們灌完這個市集了 我們要前往下一個CAMUSEIKEN GO 我們現在走到了CAMUSEIKEN 它這邊也是一個露天的市集 然後主要是以食物料理為主 有日式的啊 有各式各國異國料理都有 這邊夏天的時候是露天的open space 冬天的時候因為天氣比較冷 所以會搭帳篷放暖氣 讓大家猜猜看 它是一間旅館 旅館 就是你只要在上網 浴嶺就可以住在這個小巴士裡面 那我們現在繞了一圈 發現一條小的路 可以直接通到外面去囉 那我們現在最後也在DESIGN FESTA GALLERY 這裡其實對我也充滿了回憶 因為我們曾經也在這裡辦過小小的攝影展喔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展覽呢 就我來講有點崭新 因為如果不是突然遇到的話 我也不會就是看這種藝術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這個展覽特別的地方 就是你每一次來 你會跟他們這些藝術家不齊而言 我就是在這個展區 展出我在留學時候所拍攝的 所有的那個照相攝影 我們今天帶大家換了表餐到DESIGN FESTA GALLERY 我們今天帶大家換了表餐到DESIGN FESTA GALLERY 不是時尚路線 而是總氣質文氣路線的散策行程 大家還喜歡嗎 我是米虹 我是包博 然後下次再見 拜拜